《红楼梦》 这个上上下下长着一对势利眼的地方,小姐们都分为三六九等,先起远近,丫鬟们更是如此,也分高低会见。 丫鬟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阶层飞跃,从低等的干出活的成为有体面的,只有两条路可走,一是聪明灵巧,被王熙凤这种管家婆叹重,直接调到身边使用。 另外,就只能靠主子少爷爷的赏识,得到格外的恩宠,成为一娘,从而翻身。 林依依宏院里的席人就是这样做的。 她原本是穷人家的孩子,因为家里困难,被卖进了贾府。 先是跟在贾母身边,后来跟了是湘云,因为一门心思为主子服务,所以贾母最终把她派给了贾宝玉。 因为自己身体特殊,畅着是从贾母身边派来的人,所以在怡红院内当上了大鸭。 头,负责贴身侍候贾宝玉。 宁国府的梅花盛开,贾母带着宝玉钱却关上。 中午睡觉时,梦有了太虚幻景,在景幻香菇的指引下,与贤美有了云语之情。 梦醒过后留下了痕迹,其人整理衣服时发现了这一秘密。 晚上回家,趁人不备时,其人拿内衣让宝玉换好,并追问梦中之事。 贾宝玉实话实说后,见其人吃笑不止,便与他偷试一番,幸喜无人壮见。 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人知道,秦文后来干脆当众骂出了口。 由此判断,其人和宝玉偷试其实是被人知道的,而这让座是很危险的。 《红楼梦》第77回,王夫人查抄大官员,连走秦文时说过这样一句话, 打量我隔得远,都不知道呢? 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,我的心耳神异,时时都在这里。 难道我通供一个宝玉,就白放心,凭你们勾引万不成。 这句话说明,王夫人对贾宝玉看似很紧的,也是盼了耳目的,对付勾引贾宝玉的丫鬟。 王夫人出手非常重,接话就因为接了贾宝玉说的几句调情话,便挨了一巴掌,被撵走后投井而死。 习人与宝玉偷试之事,一旦被王夫人知道,估计没有好下场。 展开全文所以习人和宝玉偷试,是一场大冒险。 02习人为何要冒险呢? 秦文确实是一个压力。 秦文和他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女孩子,都是贾母派到贾宝玉身边的。 除了有贾母这一层关系外,秦文还有比习人更优越的地方。 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,贾母听说秦文被撵走之后,说出了心里话,秦文那丫头看她甚好,怎么就这样起来。 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力言谈针线多不及她,将来只她还可以给宝玉使坏的。 贾母说了秦文三样好处,第一是模样长得好,这一点很多人都认可。 王善宝家的陷害秦文时,说她长得像并熙师,王夫人说她长得像林黛宇,王熙凤也公开说,丫头们秦文长得最好。 第二是爽力,言谈好,无论是对待犯了错的小丫头,还是对待贾宝玉,包括对待那些已老卖老的婆子们,秦文都能因时因地的距离力争。 第三是针线活无人能比。 贾母给了宝玉一件雀金球,外出做客时,不小心烫了个洞。 派人寻遍整个北京城,无论是专门做针线活的,还是能功绣将,都无能为力。 秦文看过之后,连夜带病将却金球补好。 习人后来还当众开玩笑说,我们都去了使得,你却去不得。 躺货那孔雀挂子再烧个窟窿,你去了,谁可会补呢? 其实在宝玉和习人偷使过后,宝玉是习人更比别人不同。 志愿摘有四个字的批注,扶下秦文,也证实秦文是习人的竞争对象。 03秦文和习人竞争不假,秦文给习人压力也是事实。 但是习人总体来说是一个老实人,怎么就突然不老实门呢? 其实是有一个人给他烫了路,做出了样子。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,宝玉从外面回来,趁着酒意让秦。 文童他一起洗澡,秦文摇手笑道, 爸,爸,我不敢惹爷,还记得闭痕打发你洗澡, 足有两三个时辰,也不知道做什么呢? 我们也不好进去的。 后来洗完了,进去瞧瞧,地下的水淹着床腿, 连席子上都光着水,也不知是怎么洗了,笑了几天。 秦文说的闭痕是何许人也, 他是宜红院里的一个丫鬟,负责给宝玉洗澡的。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,对此有过交代。 贾宝玉晚上从北晋王府里回来,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, 回至园内,换了衣服,正要洗澡。 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劫子, 邱文,闭痕两个去催水宝玉, 在屋里正跟小红说话, 只见邱文,闭痕嘻嘻哈哈地说。 笑着进来,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, 一手撩着衣裳, 烈烈窃窃, 泼泼洒洒的。 小红便忙迎出去接, 闭痕给宝玉洗澡, 用了两三个时辰, 相当于五六个小时, 尤其是秦文说, 两人不知道在做什么, 别人也不好意思紧去, 实质是岸, 只两人做了见不得人事, 这种事情本来难以启使, 秦文之所以突然对宝玉说了出来, 是因为, 他白天骂过宝玉和习人偷视之事, 所以, 再次说出宝玉身上发生的丑事, 也没什么忌讳, 其实不仅秦文不忌讳, 习人也不忌讳, 碧痕同宝玉洗澡, 用了五六个小时, 王夫人都没有过问, 也没有对他进行惩罚, 这种暗示不是王夫人默认, 就是王夫人不知情, 所以有了这个前车之界, 习人也就半退半就的冒险, 与宝玉偷视了, 一家之言, 警工贤看文小涵读书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,